小孩子问妈妈 兔子的家在哪里呀 妈妈笑着回答 月亮是兔子先生的故乡 小孩子问妈妈 兔子先生咋不回家 妈妈笑着回答 牛郎是兔子先生的特长 小孩子读着嘴 说兔子先生怎么不听话 兔子公公 兔子婆婆 会想念他 会担心他 小孩小孩轻声说 阿兔子先生请你快回家 最爱你的爸爸妈妈 在那远空 盼望你呀 兔子先生笑着说 阿小孩小孩我也会想家 但渺小的我 流浪的步伐 还没法停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